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万万没想到》 当下的难题久久无法解决,答案很可能在更高的维度里。 人人追求成功,这无可厚非。 成功学的图书千方百计调动你的情绪,却很难对你有真正的帮助。 我们喜欢听励志故事,喜欢道听图说,喜欢阴谋论。 痛快过后一地鸡毛。 成功学的解药是万万没想到成为大众畅销书的重要原因, 加上万维刚的理工科思维,两者结合成就了它四十多万册的销量, 并获得了中国好书、文金图书奖等国家级荣誉。 震撼,浑身发抖,这是我第一次阅读万维刚文章时的反应。 你会觉得,它是站在了更高的一个视角,来启发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以我这些年和万老师的接触看,他的写作动力来自于, 他非常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物理学家的底子,让他在研究问题时,更追求, 如果你想得到有关真实世界的判断,你就得有过硬的支持。 这个过硬的支持就是基于实证的科研调查。 普通人要想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生存,需要掌握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这当然非常不容易。 而你一旦使用科学方法去探索, 就很可能会发现真实世界的情况跟你原来设想的非常不一样。 我们日常的观察,固有的观念,常常都是错误的。 这就是这本书叫《万万没想到的原因》。 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反常识思维。 说明我们当作常识一样的很多传统智慧,其实是错的。 书里提出了理工科思维这个概念,列举了人脑的几个思维误区, 并对阴谋论做了有洞见性的解释。 而万维刚老师重点想给你讲讲概率论的思想, 这才是现代人必备的常识。 首先我们来聊聊几个常见的思维误区。 比如捐款。 实验者发给受试者每人五美元, 对以下两种情况进行捐款。 当人们听到非洲的马拉维有300万名儿童面临实物短缺, 安格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400万人被迫远离家园等等, 人们平均捐了1.14美元。 当人们听说一个叫诺奇亚的七岁女孩, 她生活在马里,家里很穷,时常挨饿, 你的钱会让她生活得更好一点。 这种更具体的捐款说明,人们平均捐了2.38美元。 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 一个具体的人。 这种决策结果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来的, 这种思维也是人们无法做正确决策的局限性所在。 再比如,你如何看待伦敦奥运会给运动员准备的5万只避孕套, 竟在仅仅5天的时间里被用完了, 每天6次的水平哦,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 有人说因为这些优秀的人太花心, 有人说这样的大会人们情绪比较亢奋。 但真正合理的解释是, 大部分避孕套都被运动员拿走当纪念品了。 人们容易轻易地把避孕套和性联想在一起, 就容易得出常识性的结论。 这是种自然的思维, 但并不太适合现代社会, 它会增加你对决策的错误率。 再比如,我们天生相信, 凡事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一个人考上了好大学, 人们会说这是他努力学习的结果。 如果一个人事业成功, 人们会说这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 可是,如果一个人买彩票中了大奖, 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没有任何原因, 这完全是一个随机事件。 大多数事情并不是完全的随机事件, 却都有一定的随机因素。 偶然和必然如果结合在一起, 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 人们经常错误地理解偶然, 总想用必然去解释偶然。 概率论最基础的思想是, 有些事情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 现代概率论的奠基者之一, 雅各布·伯努利, 甚至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应该 基于一个人的成就去赞美他。 成绩可能有很大的偶然因素, 失败者没必要, 妄自菲薄, 成功者也应该明白 自己的成功中是有侥幸的。 大多数成功人士 在总结成功时, 都是事后诸葛亮, 如果让他重新用这些成功套路 重复一次, 也并不见得就能成事。 成功很难复制, 它是个概率事件。 我们不仅容易觉得, 如果结果肯定都有某种主观原因, 还总认为凡事都有目的, 比如, 树生产氧气是为了让动物呼吸, 二战时期伦敦大爆炸, 某些地方反复受到轰炸, 那里肯定有重要的基地, 事后证明只是因为 V-2火箭精确度不足, 随机轰炸造成的。 目的论的进化版本是阴谋论, 比如, FDA为了医药公司利益 而禁止自然疗法, 政府明知手机致癌而不作为, CIA故意让美国黑人感染艾滋病毒, 转基因食品是削减人口的秘密手段。 医生和政府知道疫苗会导致孤独症, 公共饮用水加福是化学公司排污的手段, 这些都被证明是谣言的阴谋论。 49%的美国人至少相信其中一个, 18%的美国人相信三个。 相信阴谋论很可能是人的一个思维本能。 人们总是希望能给复杂而混乱的世界 找个简单的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有某种强大的力量, 怀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要想对任何事情的真伪 都给以正确的判断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 合理地评估每件事情的可能性。 阴谋论之所以不足信, 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应该质疑政府, 每个人都有权质疑政府, 而是因为其成立的可能性很低。 第二部分, 成功学的解药可能会对你非常有用。 万维刚反对那些不靠谱的成功学, 他要说的是经过科学研究、 验证的提升自我的方法。 书里会讲到意志力、专注力、 记忆力、竞争和人脉的学问。 这一部分的重点内容则是创造力、 发散思维和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 一万小时刻意练习。 万维刚提倡的是科学的励志。 他们不再依赖名人意识, 而是借助实验和统计, 这些书中的理论背后 都有严肃的学术论文作为依据, 它们是几十年来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进步的结果。 比如, 想要知道什么品质对成功最重要, 科学的办法不是看名人传记, 而是进行大规模的统计。 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只要把所有可能有用的品质都列举出来, 找很多人进行测试, 看看每个人都有些什么品质, 然后看看哪些人是生活中的成功者。 有一项研究, 他对大学生的三十多项品质进行了统计, 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对学习成绩几乎没有影响。 有的人外向, 有的人内向, 有的人幽默, 有的人严肃。 这些人学习的好坏纯属偶然, 真正能左右学习成绩的品质只有一个, 自控。 能管住自己, 该上课的时候就去上课, 该写作业写作业, 多学习, 少看电视, 这个品质就是学业成功的秘密。 统计表明, 想要预测一个学生的大学成绩, 自控能力甚至是比智商和入学成绩更好的指标。 不但大学生如此, 在职场上也是自控能力强的人更受欢迎。 他们不仅工作干得好, 而且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 更能从别人的角度思考, 更不容易出现偏执和抑郁之类的心理问题。 研究者普遍认为, 排除治理因素, 不管你心目中的成功是个人成就、 家庭幸福还是人际关系, 最能决定成功的只有自控。 这个版本的书里, 万维刚对自控的理解是, 自控是基于一种意志力, 而意志力是会被消耗的。 市面上还有的图书认为, 意志力是可以像训练肌肉一样 得到强化的。 不过, 在万维刚的《你有你的计划, 世界另有计划》中, 又找到了一种正念自控法, 完全颠覆了这种说法。 这里不做展开,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除了自控, 练习一万小时成天才, 是万维刚核心要论述的。 一万小时理论说法来自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一类遗书。 其核心观点认为, 任何一种技能想要达到世界级水平, 大概都需要一万小时, 差不多是十年的时间。 而万维刚的观点是, 真正的关键根本就不是训练时间的长短, 而是训练的方法。 这套练习方法也叫刻意练习。 总结成以下四点。 一、只在学习区练习。 二、把要训练的内容分成有针对性的小块, 对每一个小块进行重复练习。 三、在整个练习过程中, 随时能获得有效的反馈。 四、练习时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 但刻意练习一点都不好玩, 你需要不断地突破舒适区, 反复重复练习, 还要懂一些技巧的套路。 此外,你还需要一个好的老师, 你需要立即不断地得到反馈。 所以,如果你对这件事有兴趣, 那么这条路会走得顺利些。 如果你总能从中得到正面的奖励, 你就会越有可能走下去。 但比较遗憾的是,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兴趣可能与基因有巨大的关系。 一个人爱好什么, 喜欢干什么, 能死心塌地地在什么地方向上刻意练习, 基本上是天生的。 虽然这一点现在争论还非常大, 但科学界的共识是, 先天因素远远大于后天因素。 哈哈, 有些无奈却又好像确实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理论认为, 自然选择给了每个人不同的基因, 而人可以去寻找自己的基因所喜欢的环境, 也就是那些能给我们自私的基因提供最大的生存和复制机会的环境。 基因决定喜好, 喜好决定我们追求什么。 也许兴趣就是大师们最大的先天因素。 每个人都有天生的不同兴趣, 区别仅在于, 有的人足够幸运的能够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找到合适自己兴趣的环境, 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找到。 找不到未必是这个人不行, 更大的可能性是整个环境都不行。 如果达尔文出生在中国, 根本就没有出海远航的机会, 更不用说接触什么最新的生物和地质理论, 乃至发表自己的学说, 他只能去学学四书五经应付科举考试。 所以,家庭和社会能为人才做得最好的事情, 就是提供能施展各种兴趣的环境。 寻找适合自己兴趣的环境也很重要。 除了这些, 旺维刚还把自己读书的办法分享给了大家。 他同样认为, 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个人就是从阅读中获益巨大的代表。 万维刚强调用强力研读书。 强力研读书不好玩, 用时少, 不追求快, 其核心是做读书笔记。 强力研读要求读书笔记 必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 清晰地表现每一章的逻辑脉络。 二, 带走书中所有的亮点。 三, 有大量的自己的看法和心得。 四, 发现这本书和以前读过的其他书或文章的联系。 只有做到这全部四点, 你才能把一本书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你会发现这个回报是巨大的。 另外, 书里还谈到了关于记忆力、 创新思维、 发散思维的事, 也是讲得非常精彩。 限于篇幅, 这里先不展开。 第三部分, 在现代生存, 关注的是社会问题。 如何理解贫富差距呢? 穷人跟富人相差的不仅仅是财富, 更是观念和思维方式, 甚至还可能是基因。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是只有正是这一点, 我们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 让世界变得更公平一点。 一个很现实的事实, 现实世界中富人财富增长的秘密是, 更有钱是因为已经很有钱, 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分配非常不均匀。 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事都是平庸的, 而且最好的东西还都挤在一起。 1%的美国人拥有美国34%的财富。 1726年到1800年间, 发表的全部数学和力学论文中的 三分之一是莱昂·哈德·欧拉一个人写的。 有了这个正确的世界观, 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方法论。 这个方法论就是, 既然世界上的资源分配这么不均匀, 我们就不应该公平对待世界上的各种东西。 这是在现代生存的一个基本认知, 不要抱怨它, 要理解并使用它。 再比如, 我们都知道棉花糖实验, 给小孩们一人一个棉花糖, 看看那些孩子能够克服 暂时的欲望, 得到更多的棉花糖。 结果, 过上若干年后再看, 那些当初忍住没吃棉花糖的小孩, 不论学习成绩还是生活质量, 都比那些忍不住的小孩要好很多。 但大多数人只知道别吃那个棉花糖, 而万维刚要说一个更有意思的道理, 为什么有人会吃那个棉花糖? 孩子能不能推迟享乐, 不仅仅跟孩子自身有关, 也跟孩子生长的环境有关, 而且孩子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 也就是说, 其核心要素就是孩子是否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我们来看个实验, 有人拿猴子做了个类似棉花糖的实验, 发现如果小时候妈妈总能从固定的地方得到食物, 猴子长大后就能推迟享乐, 做决定做得很好。 如果小时候食物来源不确定, 即使仍然能获得食物, 长大以后她的自控能力也不佳。 既然吃了这顿, 还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 这一顿肯定要任性猛吃。 这样看来, 无论是吃掉还是没吃掉棉花糖, 对当时的那些孩子来说, 可能都是最理性的。 所以, 教育孩子一定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 我们在看待棉花糖实验的时候, 也不能单纯地认为, 那些马上吃掉棉花糖的就是不好, 看似荒诞的很多行为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 另外, 万维刚对现代社会的人脉这个词也有新的见解。 他认为, 人脉这个概念在现代社会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它是弱者一吟出来的概念。 人们幻想高水平的人, 也是靠今天我帮你一个忙, 明天你帮我一个忙这种人情仗的逻辑办事。 这个逻辑在现代根本不存在。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 能够迅速建立互信的社会。 如果这件事对咱俩都有利, 那咱们根本不需要积累什么人脉关系, 以前不认识, 现在可以认识。 如果这件事对我有利, 对你不利, 那我怎么忍心让你做呢? 什么人脉, 什么人情储备, 其实是没有明确权益的账, 不但不利于良好合作, 还污染了真诚的友谊。 表面上温情默默, 背后却是可耻的算计。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 人们越来越反感这些所谓的人情往来。 更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基石, 要么是真诚的友谊, 要么是公平的合作, 实在不行, 干脆就谈交易, 搞什么人脉啊? 另外, 梳理对权力和声望这两个概念, 也有很有趣的介绍, 限于篇幅, 这里就不展开了, 但真的是非常有启发, 你一定不要错过。 第四部分, 霍金的答案有点烧脑, 但是并不枯燥。 这部分讲的是科学方法, 以及科学研究本身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你能把这部分内容啃下来, 你会掌握一套特别硬的功夫, 你将来再听说什么观点的时候, 会有一个审视的眼光。 如果你把科学当作一套方法, 这里是演练这些方法的好地方。 但如果你把科学当成一面旗帜, 甚至一个门派, 这部分的某些内容可能会让你火冒三丈。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霍金对宇宙的理解, 看到一点严谨的科学家是怎么做学问的, 比如相关性和因果关系, 这个非常高级的思维方式, 看到民间科学和主流正统科学的区别, 科研人员的格调等等。 这群做事最为严谨的人的思维, 对于我们大众来说, 有非常好的帮助。 我个人感觉我们从小到大, 喝过的鸡汤实在是太多了, 被鸡汤了这么久, 该长点见识了。 最后, 我想用这句话来结束对这本书的介绍。 智者不是什么都知道, 但他有一套思维方式, 可辨识谣言的真伪, 真理的外衣, 希望你可以成为万维刚七代的智识分子。 好了, 这本万万没想到,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